2011月5日,在澳洲新南威爾斯有90個已知來源的本地確診 159個是不知來源的本地確診 所以過24小時,總共的確診數目是249 而在昆士蘭那邊亦有3個新的本地確診 而在維多利亞那裏有1343個本地確診 現在有10個人命是損失的 為何會沒有首都呢? 因為首都未更新,所以我用聯邦department health的數字 我們看到首都有12個新增的確診數目 現在我們總共有175813個確診 死亡人數是1781 我看到了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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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